你恭喜小潮就是真的有結婚啊 對啊 結婚啊 超過小朋友有信心啊 謝忻也練了 兩個 謝忻還是可以練習 在心一輩 已經在心一輩了 對啦 練習啦 練習 什麼啦 曹耀寧傳婚訊北虧報 帶王靖見家人 父母送上真言 整個都很感動 真的很感動耶 曹耀寧跟王靖公開戀情沒多久 過年期間呢就傳出婚訊 曹耀寧16號出席新舉華麗計程車行 記者會立刻成為焦點 你恭喜小潮就是真的有結婚啊 跟雨昕 對啊 結婚啊 嗯 對啊 小潮剛剛眼神又心裡又想到哪裡去了 沒有啦 真的結婚啦 都還有小孩了 話說他過年期間保住婚訊 家人都驚呆了 這樣問爆 真的嗎 再次會不會 大家不要著急 你有沒有家人 家人肯定會問 爸媽都蠻低調的 然後也蠻不會去催這種事情的 但還是會稍微關心一下 我爸媽是說有一句台語叫做 不要吃筋 撞我 就是請緩緩的來 緩緩的來 大家不要吹 不要急 阿雖然還沒結婚 但兩年已經是可以互相見家人的關係了 打招呼啊 拜年這樣都有 他在劇裡面也已經成家當霸恨 自然話題又轉到私生活 照顧小朋友有心事啊 借希沒練 郭哥 借希還是可以練習 哈哈哈哈 在戲裡面已經在練習了 對啊 練習啦 練習 什麼啦 小朋友很乖 很乖啊 哈哈哈哈 你剛剛講的耶 你怎麼自己這樣 家裡有蠻多跟我年紀差距蠻大的 堂弟表弟 所以也會在家裡可能幫忙帶一下小朋友 我覺得順其自然嗎 哈哈哈哈 不要逼他啦 他有逼你一個答案 你就講個答案講個答案 他走不了 應該是年初還是年中還是年尾嘛 那好可憐 那你對話題從我上次記者位 就一直到現在 還沒結束 欸那問一下怎麼幫王靖慶選 應該可以吧 最後是準備蛋糕啊 然後送需要的東西 哈哈哈哈哈哈 需要什麼 需要什麼 那需要什麼 哈哈哈哈 需要你的愛 需要跟 對啊有送禮物啦 實用型對不對 實用超實用 那你出什麼 欸我從來就覺得很清楚 哈哈哈哈 你自己都笑了 這個我替他回答 這個太難了 你要讓王靖 這個水瓶座的講一個 我愛你太難了 太難了